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0日 北京啊,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新增的病例呢,已经是归于零了 所以说蔡奇非常高兴啊,我看北京的媒体呢 特别是新华社北京版,又开始吹捧了 这非常有意思啊 说是他们这个所谓战役啊 40天的,取得了胜利,阶段性胜利了 二级变成三级了,就响应机制 所以说非常高兴啊,媒体又开始纷纷报道啊 有关这个大好行事 这使人们想起就6月11号的时候啊 这蔡奇是灰头土脸啊 这个新法帝突然间二次爆发了 当时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啊 但是,蔡奇不怕 蔡奇这个手里有什么秘密武器呢 他手里有呢,162万个物业保安 因为现在盖了很多大楼啊 大楼里都设了保安员啊 还有呢,楼门长 什么叫楼门长呢? 一个门洞啊,设一个这个领导 这一点本人是体会过啊 你住在那个小区里面 排出所啊,有那个外勤 这个看着你啊,来管理你 就排出所这个,这个外勤啊 这个,和这个楼长啊 和这个市区领导都 关系非常密切 盯着你啊 特别是那种 被他们列为属于重点的监控对象 那你从家门一出来 你这个楼长就发现了 楼长就 马上就 就开始监视你啊 所以每一个门洞都有这么一个楼长啊 这个,那真是可怕啊 就像我们王大革命那时候一样啊 还有什么呢? 还有志愿者 那么这些人加起来呢 就是这162万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下沉干部 什么叫下沉干部? 就下放的干部 拍下去 制造工作的 一共是99000人啊 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啊 这些人 说是他们 这个搞了什么呢? 这个敲门行动 不管你同不同意 那么他们就开始敲门 敲你家门 进行这个核酸检测啊 进行防控啊 重点的 这个重点的 这些人员啊 可疑的人员 那都要检测 检测出来之后呢 一旦发现了 就要进行隔离啊 进行治疗等等啊 所以这2100万 北京人呢 现在是效率非常高啊 感觉网络的消息 所以说在这40天当中呢 这个 他们之所以能够把这个 级别降下来 那么他们认为呢 是 这个 强大的组织能力 科学的战役部署 全民参与的 磅礴伪力啊 大气磅礴的磅礴伪力 你想 所以说 这个新华社就搞了片文 这个半月谈评论 你看 这个 大的标题啊 就很有意思 很夸张 北京 降级背后 战役经验在升级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就说 就是这个 宣言 夸张 表扬啊 习近平提出了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很有意思 而且强调什么 说习近平 总书记 亲自 到第一线呢 就考察 提供实际指导和帮助 大家想一想 这个11月 6月11号以来 在新华地 发生这个 新型过程病毒啊 从那开始 从那个时候开始 北京再随见过 习近平走到大街上 根本没有 就是搞了那么几次会议 都是四平连线 人在哪里也不知道 是不是啊 可能连政府局一些委员呢 都不一定知道 一村藏在什么地方 但是媒体却在什么 在这个厚颜无耻的讲的 他亲自赴一线考察 他根本不管这些事实 你想蔡奇 真是够的这个 令人感到这个肉麻的 这个催崩 蔡奇不在乎 而且什么呢 而且北京还讲的 他在短期内啊 说这个检测能力 这个由于比较困难的 有两个省啊 对他进行支持 支援啊 一个是湖北 广东 一个是广东 这个 这些城市啊 主要这两个城市 还有其他这些城市 组建了420人的这个 这个医疗队啊 到北京来 这一点是 的确是一个 在这个其他的国家 恐怕走不到啊 这个 特别是湖北是英勇啊 他为什么强调湖北英勇 那肯定是支持蔡奇的 因为他们都属于 自将西军的成员啊 这个你总有我总有你 利益困在一起 这个 所以支持他 全力帮他 广东呢 广东里希啊 里希不是太明显的 自将西军 但是 也是这个 这个 一尊一声令下 那下半人呢 哪能 不行动啊 是不是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这一次 这个 所谓的防疫 这个第二次 这个战斗当中啊 算是现在看到了 这个取得的 这个 这个成绩了 于是就开始什么 开始进行夸张 你看他这个图片啊 网上的图片 报到北京 是这样检测 一个一个小房子啊 红色的标语啊 你看 这个是 楼道啊 这是那个 交通交道 而且上面写的 党员的先锋港 看见 充分体现党的这个作用 就每一个事儿啊 都把这功劳归于党 呵呵呵 就是看了以后 这是 就非常这个 这个有趣 最有意思的什么呢 是讲到 就是说 他们这种啊 这个 这种高速的 就是说 这个治理这种 方式啊 给全世界各地 全世界啊 树立了一个 榜样啊 呵呵呵 他不 不去啊 检讨 这个反思啊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在武汉 蔓延之初 这个 造成了这种啊 人民生命 财产的损失 特别是 霍果全世界这种 罪行啊 一点惭愧 内疚 没有 讲的都是自己啊 这个做的多么好 应该向他学习啊 而且讲到什么 说现在北京啊 已经是 北京人 非常的淡定 从容啊 说是 无差别紧张 这个 是上一步 是无差别紧张 现在呢 是北京人呢 这个 显示出这个姿态啊 那是 就是特别大气 胆硬同容啊 说北京人 现在见了面都问呢 说你喝酸了吗 以前中国人见面都是 那个贫穷的年代 一见面都是 你吃了吗 我记得那时候 上台下乡 人们见面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你吃了吗 也就是说 温饱没有解决 那么 现在说北京变了 见了面 你喝酸了吗 说反映出什么呢 反映出这种 从容喜态 你看这个 所以说这些干部们啊 北京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的领导干部 坐在前面 就开始 看看而谈了 他们就是这样啊 这个 总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 只要一出了事 这个 藏起来 最高领导人藏起来 然后 互相 就推卸的责任啊 你找不到承担责任的人 等一有了成绩 稍微有点 做出点事了 马上就开始萃絮了 这种这个 做法到现在为止啊 就没有改变啊 也是造成 这个新型观众病毒 蔓延全世界 一个大灾难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 就是一党之争 再加上一人独裁啊 那么但是中共 这个宣传媒体啊 这个 还是没有任何的醒悟 更没有内疚 反倒是什么呢 媒体大肆报道 美国的 这个新型观众病毒的 这个形势的 严重性 你看 今天看到网络的消息啊 有这文章写的 美国卫生研究院院长 他说的 还引用美国人的话 他说 新冠病毒测 检测反馈 严重之后 因为美国的媒体 他是言论是自由的 开放的吧 你即使是美国这个 卫生 这个研究院的院长 那你要讲真话 你不可能 他不可能送扬 这个老川府了 更不可能送扬 蓬佩奥啊 都是事求是 这一点刚好被共产党 这宣传部门 抓住软肋了 我就拿出你这个 这些这个制度上的一些空姐 来这个 嘲讽啊 批评啊 诋毁美国呀 以便什么 彰显他们的大好形势 这里讲了什么 说美国这个 统计啊 说到了19日晚上 也就是这个7月19日啊 昨天 累计 检测了 就是美国累计 确诊了 376万 这数字确实惊人啊 确诊 死亡是14万 你看 他讲了什么 说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呢 政治机能失调 公共卫生投资匮乏 仓促重启经济等因素 导致美国近期疫情持续恶化 然后你看 这个官媒就开始 后边一系列的报道 题目是 这个美国抗疫为何如此不利 等等啊 这个意思上面就彰显 这个中共的伟大呀 习和心的英明啊 这个社会主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优越性啊 等等 你想动啊 确实是厚颜无耻 你想为什么许章论 他说寡连延耻 廉耻嘛 指的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你想 如果说不是这个 这个中共 这个打压李文亮的言论啊 自由啊 这个封杀 这个吹哨人啊 早一点这个防空 哪有今天 是不是啊 根本不能造成全世界这么大的一个损失 特别美国死了14万人 那14万人 那一个家庭 最起码三四个人 你想多少人 这个生命不能承受自重啊 永远都忘不了这痛苦 但是你看他的宣传 哪有一点就同情心 完全是 这个 感到好像高兴啊 幸灾落后这种心态 用这个来显示什么 他们制度的这个优越性 这是太可怕了 所以为什么美国火大了 美国现在 要团结全世界 这个 特别是这个 这个一些 西方的啊 这个比较经济 发展比较快啊 自由民主的这样的制度的国家 要围剿 总共啊 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 美国的航母战斗 打击群呢 第二次又返回了难 为什么蓬佩奥要 这个声称啊 这个制裁 这个 这个共产党员啊 九千万共产党员啊 等等等等 严蒙利为什么要 冒着生命危险啊 逃到美国来 坚决揭发总共 隐瞒疫情的罪行 原因就在这里啊 所以这个制度 这是特别的 这个残暴而伪善啊 荒唐啊 那么 尤其突出就是这个蔡奇 因为蔡奇 就习近平给他 给他一个猪肝 三七条 到了中央政区 又担任了北京市委书记 这个他管控下这个媒体 那是分外的啊 就突出 所以说 没有办法 中共这些极权统治者 由于手里既有攻坚法师 军队警察 又有什么 又有媒体骗 所骗的这些 这个志愿者 也是找不到背啊 不了解这些啊 你看 这志愿者 这么年轻 你想他怎么能知道这些故事 他也不会翻墙 是不是啊 再加上吸脑啊 变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愚昧啊 所以这也是 中共统治的一个 一个完整啊 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了 未来的形势啊 我相信很可能 不是说八国联军啊 N国联军 濒临 这个不是城下 濒临海上啊 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 你再看一看 将来就一旦发生这个危机啊 有多少低端人口突然间涌现出来 在蔡奇当人当年2017 这个对低端人口的得罪啊 那是非常深淡 这是地火啊 藏起来了 维权老兵还有多少 这自由派知识分子 遭到打压还有多少 还有党内那些所谓叛徒啊 因为现在党内很多人 一看美国制裁 这个九千万党员啊 纷纷有的人啊 通过网上 Google啊 搜索 怎样退党等等 这说明什么 民心所向啊 因此本人认为啊 蔡奇苦日子还在后头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